痔疮的泰文到底是什么 其实痔疮的泰文不但好记 而且听起来一定会有一种 让你似曾相识的感觉 它就是 这个发音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个人 又到了不正经泰文的教学时间了 很多朋友来泰国之后 都会有看病买药等等问题 泰国的医疗水平其实还算不错 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沟通 我刚来泰国的时候 有一次犯了痔疮 就去药店买药 但我不会讲痔疮的泰文 英文那么长更不可能会 那就用Google翻译给药剂师看 但可能那个年代的Google翻译不太准 药剂师没看懂我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我不得已在大庭广众之下 用动作笔划给他看 他好像看懂了我的意思 给我开了药 我拿回家吃了三天的药 一点没好不说 还拉了三天肚子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那个药名的英文到底是啥 一看是泄药 所以我就意识到 病症的泰文到底有多重要 本期我们就来学习生活中最常见的 能够在药店用到的泰文词汇 首先我们来说最常见的感冒 感冒的泰文是WAT 一般泰文的习惯是在前面加一个BEN 就是BEN WAT 形容一种状态 WAT非常好记啊 你就记住人感冒的时候 脑子特别容易WAT 所以WAT就是感冒 感冒之后就是发烧 发烧的泰文有两个 一个是Kai 对应英文的Fever 还有一个词也常讲 就是Dolone 主要是形容身体发热 但不一定是发烧 当你搞不清楚状况 只觉得身体很热的时候 就可以用Dolone 接下来是发言 发言的泰文是Accept 发音呢 有点像英文的Accept 所以当你想不起来发言的泰文的时候 你就想这是不能够Accept的事情 就也许 Maybe 大概能想起来吧 再来是各种痛 泰文表示疼痛的词有两个 分别是JAP和BWAT 简单来说呢 JAP主要是用来形容表面的外伤疼痛 或者是刺痛的感觉 比如手被刺扎了 JAP 脚趾踢到桌脚 JAP 逃 脖子被丧尸啃了一口 JAP 脖 我呢 主要就是形容没有外伤的疼痛 身体内部的疼痛 常见的用BWAT来形容的疼痛有 BWAT 滑 头痛 BWAT 翻 牙痛 BWAT 头 腹痛 BWAT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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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嘔吐 偶吐的泰文是 发言和UAT 不能说一模一样 至少也是毫无差别 我只能说泰国人吃了UAT 都会想吐 所以吐就是UAT 开玩笑啦 其实泰国人超喜欢吃UAT 上吐就会有下泻 拉肚子的泰文是 tong xia tong xia 今天你拉肚子了吗 再来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泰文叫做pē 比如pē 鸭 药物过敏 pē 肝 虾子过敏 pē 改 肌肉过敏 pē 仙带 阳光过敏 pē 糖 安 工作过敏 So be confident my friend You can pay everything 说完了通用病症 我们再来说说一些十分常见的病症 听了我开篇讲的事迹 相信一定会有不少观众朋友好奇 痔疮的泰文到底是什么 其实痔疮的泰文不但好记 而且听起来一定会有一种 让你似曾相识的感觉 它就是 Lit si duang Lit si duang 这个发音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个人 尖端云端 还有宣体最后的那一端 大家好 我得了 Lit si duang 没错 泰文真的就是Lit si duang 也多亏了Lit si duang 先生让我对这个泰文词永世难忘 只不过 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 每当我痔疮犯了的时候 脑子里面都会不自觉的浮现出 端哥的脸 学完了痔疮 我们在学下引起痔疮的原因 便秘 泰文是 同扑 怎么记 也很简单 便秘的人最想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顺畅的扑通 便秘就是扑通的反义词 同扑 再来一个比较常见的病症 还有蟻麻疹 蟻麻疹叫做 龙皮 这个也很好记 龙起的皮肤自然就是蟻麻疹了 还有一个词 建议大家记住 就是血压 血压的泰文是 匡丹 当然如果你觉得太常记不住 只记住匡丹也可以 泰国人也听得懂 狂吃鸡蛋 匡丹 之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词呢 主要是血压 你很难用肢体语言描述 去开个血压药 你手舞足蹈了半天 人家也是 最后给你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药 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常见的外伤 首先是伤这个词 泰文是 听起来很像play 玩着玩着就受伤了 可以搭配很多种伤 比如擦伤 所以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玩刀玩火玩弄感情 if you play you got play 再来是扭伤 泰文是playing 这个很简单 很像play的延伸 playing playing basketball时间久了 脚踝就会扭伤 所以playing 扭伤 然后是烫伤 南龙落 南龙落 南龙这个词相信我不用教了 大家都知道是热水 落就是烫 发音有一点像落 开水落到身上 当然就被烫伤了 接下来这个泰文词 你甚至都不用记 脑 泰文就是 脑 话脑就是 ben脑 既然脑这个词这么简单 那就顺便再教大家一个 脑延伸出来的词 脑内 内是内部的意思 脑内就是身体里面的脑 身体里面的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临病 最后我们再来学几个去药店可能会用到的词 泰文的药叫做压 一般治疗 解决什么的药叫做压 什么什么 比如感冒药 压 压 止痛药 压 压 脖 止咳药 压 压 癌 止血药 压 压 通血 如果不是治疗什么类的药物 一般就是压 什么就好了 比如眼药水 压 安眠药 压 压 压 还有超级难记的抗生素 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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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就是英文plaster来的 所以大家记住 你在泰国药店不要讲okbong 人家听不懂 what high 量体温 南亚卡车 消毒水 哈班牌 医疗纱布 最后再赠送大家几个 在药店非常常用的 用母语说出口可能会感到羞羞 但是用泰文 就完全不会感到尴尬的单词 tung yang tung呢是带子 yang是橡胶 合起来就是 嗯 保险套 下一个 yakum 避孕药 鸭既然是药 那kum是避孕吗 并不是 kum是控制的意思 控制不该结合的东西 就是yakum 那如果没控制住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yakum chuk chun 紧急避孕药 那如果都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控制住的话 别担心 还有tung t在泰文中是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可大可小 也可以形容物品 dung就是检测的意思 铜肚子 检测肚子的物品 tung 就是厌运棒 一个会让很多人留下心理阴影的物品 好了本期的不正经泰文就先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记住多少呢 还是只记住李斯端 请留言告诉我 当然了 生活中会出现的病症远远不止这些 本期也仅仅总结了一些常见的 可以开药解决的小病 今后的影片中 我还会制作有关于去医院会用到的泰文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我是曼谷汪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